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国今天新增4865起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雪兰儿占了1743起 依旧是我国新增病例最多的周数 另外今天新增47起死亡病例 截至中午12点 雪兰儿新增1743起 沙拉越512起 吉隆坡477起 柔佛407起 吉兰丹406起 吉达244起 槟城220起 霹丽160起 登加楼156起 彭亨152起 森美兰149起 马六甲127起 沙巴95起 布城9起 纳敏6起 以及玻璃市2起 康复人数方面 今天有3497个人康复出院 目前全国还有44827起活跃病例 其中有531个人在加护病房 277个人需要呼吸器 国防部高级部长 达多斯里伊斯马撒比宣布 部分沙拉越地区和登加楼 户数线的13个甘榜 将从20号开始 落实加强行管令 直到6月2号 由于卫生部在沙拉越木交 Tanjomanis的Bakakon国民型学校 以及Wen Ang Ang 长屋 展开长达4天的检测行动后 发现无企确诊病例 因此从20号开始 落实强管令 直到6月2号 另外在登加楼 物宿县的伯格拉区 一共有13个甘榜 同样在20号起 落实强管令 直到6月2号 卫生总监 Danselinochium指出 截至昨天 我国的新冠肺炎 基本传染数 达到1.06 其中有4个州数的 基本传染数 已经超过1.2 最高的是彭亨 达到1.26 Nohisham公布数据指出 基本传染数 超过1.2的州数 分别是 彭亨1.26 吉达州1.24 登加楼1.22 和霹雳州1.22 传染数超过1.1的地区 则分别是 森美兰1.16 雪兰儿1.14 柔佛1.13 马六甲1.12 其余则是 宾城1.09 吉隆坡1.08 沙拉越0.97 沙巴0.93 和吉兰丹0.93 只有纳敏和玻璃市 因为没有新增确诊病例 因此没有相关数据 吉达州日德拉 9个地区 从今天开始 落实加强行管令 警方在当地的 10个老鼠道 放置10吨进行封锁 并且设置多个路障 防止民众 试图从老鼠道 跨越管制范围 吉达州古邦巴塑 警局主任 Rossi表示 警方已经在 加强管制地区 设置4个路障 严格检查 路径的每一辆交通工具 只有持有警方批准信函的人 才可以进出 日德拉的管制范围 他说 这项措施主要是 防止当地的居民 试图通过老鼠道 越过路障 逃离管制范围 避免新冠病毒 向宁静的社区扩散 此外 留意给当地居民 提供物资援助的民众 或者非政府组织 也受处将物资转交到 古邦巴塑办公室的 天灾管理中心 尽管在行管令期间 大部分的经济领域 复准运作 不过 吉隆坡直辖区 土著商人和小贩协会 提醒商家 确保在营业期间 入店的顾客 都有遵守防疫标准 作业程序 吉隆坡直辖区 达多斯里洛西认为 送货服务将能够有效避免店铺 出现人潮拥挤的问题 进而降低引发病毒传染店的风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坡直辖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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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萨尼表示 五名被歼灭的阿布沙耶夫成员 年龄介于20到40岁 分别是一名小头目 以及其他四名成员 其中有一个人的身份还有待调查 随着这五名阿布沙耶夫成员都遭到警方歼灭 哈萨尼相信该组织隐藏在沙巴的巢穴 已经成功被警方捣破 不过警方怀疑还是有效忠打伊沙组织的残余势力和卧底潜伏在我国 尤其是潜伏沙巴一带 吉兰丹一名男子疑似利用改装的油箱添购大量的燃油 并且企图运到邻国出售牟利 结果在警方和贸销部展开的一项联合行动中 遭到执法人员逮捕 昨天下午 警方联合贸销部在丹纳美拉展开一项联合行动 结果在天友站逮捕了一名30多岁的男子 执法人员发现 男子的轿车 油箱经过改装 并怀疑男子添购大量燃油的墓地 是要运到邻国出售牟利 丹纳美拉贸销局局长阿玛RCC指出 执法人员在行动中 一共充供了450公升的燃油 市值5923令吉 目前 除了这名男子遭到逮捕以外 当局也援引1961年供应控制法令 调查涉嫌违反条例的天友战业者 行管令期间 所有雇主都需要强制落实居家办公 对此 大马半岛地方政府雇员职工会认为 应该重新审视和工作相关的条例 包括1955年劳工法令 以保障员工的权益 大马半岛地方政府雇员职工会顾问 达德阿西指出 在行管令下推行居家办公 员工的超时工作津贴 工作值班 以及员工保障等 都应该重新审视 阿西认为 审视和修正与工作相关的条例 将能够确保员工在居家办公期间获得应有的权益 并且减轻压力 日前 大马职工总会促请政府修订1969年雇员社会保险法令 四法令 包括产明私人界实施的居家办公模式细节 保障员工的权益 而阿西是在接受本台的访问 就这一个提议这么指出 警方昨天在吉隆坡副都路 倒破一起非法剧毒活动 成功逮捕12人 警方是通过知情人士的通报 才揭发这个剧毒活动 并相信已经在当地活跃长达一个月 如果我们看 MoMU他们 他们用约技能在约预备 比起来和年代之后 他们全部是在背下 所以这点很可促于我们 能够确保员工的确保员工 除了我们能够有的知识 因此成功的成功是从人家庭上的知识 吉隆坡金马警局主任穆哈玛灾纳指出,被逮捕的嫌犯年龄介于20到40岁,其中有8人是外籍人士。 非法赌博集团将楼上的电屋改造成赌博场所,试图掩人耳目。 警方也在这起行动中,起货4台荧幕、2台投影机以及现金,所有被捕的嫌犯将会被警方掩扣住场,以鉴定出非法赌博集团的幕后首脑。 随着吉大州割打市大从明天开始落实加强行管令,大马港务局发网告宣布,刮拉吉大客运码头从明天开始暂停营运,直到加强行管令结束。 大马港务局指出,所有在港务局监管下的渡轮将会在加强行管令期间停止运作,因此也没有乘客可以从刮拉吉大搭乘渡轮到辅勒交椅。 但是,运载货物的货船还是可以照常营运。 尽管如此,有紧急事务的民众还是可以通过玻璃市港口搭乘滚庄渡轮进入俘罗交椅。 国防部高级部长德德瑟利·伊斯曼萨利昨天宣布,由于割打市打的新冠疫情升温,当地28个地区将在明天落实加强行管令,因此管制范围以外的人将禁止进入有关区域,包括搭乘渡轮的乘客。 朝鲜决定退出2022年世界杯亚洲区入选赛和2023年亚洲杯入选赛剩余的赛事。 对四,大马族总致函国际组联要求秉持公平竞争的原则。 大马族总秘书Stuart在以下文告中指出,当局致函国际组联要求秉持公平竞赛的原则。 这是因为比赛只剩下三到四轮,而且如果取消对小组最后一名的成绩,这将是非常不公平,因为很多球队晋级下一轮的机会将受到打击。 目前,朝鲜被分为在40强赛的Hash组,同组的还有韩国土库曼斯坦、黎巴嫩、斯里兰卡的球队。 不过,亚族联宣布,朝鲜决定退出2022年世界杯亚洲区入选赛和2023年亚洲杯入选赛剩余的赛事。 相关的决定将让即将进入第二轮赛事的球队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深圳以东大楼中午时分出现摇晃 大楼内的人员紧急撤离 不过中国地震局调查后发现不是地震所导致 目前有关当局已经针对大楼摇晃的原因展开调查 当地媒体报道位于深圳福田区的这栋赛格大楼 在中午12点15分左右有人感受到摇晃 随后开始有人员陆续撤离大楼 而附近的民众也在围观这起事件 目前这栋大楼已经暂时关闭 而当地消防员和公安部已经展开有关行动 包括调查大楼摇晃的原因 这栋赛格大楼是由深圳赛格集团建设 一共有79个楼层 包括地下室停车场 台湾今天新增245起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两起死亡病例 台湾当局宣布明天开始全面停课 而驻我国的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也从明天开始暂停处理所有的签证申请 台湾当局指出星期二当天新增245起病例 其中240起是本土感染病例 这些病例分别是新北市106起 台北市102起 桃园市12起 彰化县10起 基隆市3起 高雄市3起 新竹县2起 新竹市1起 以及云林县1起 至于两起死亡病例中 分别是一名在台北万华区工作的60岁女性 和新北市一名拥有慢性疾病历史的80岁老翁 由于台湾政府宣布 从明天起暂缓所有还没有得到 有效居留证的外籍人士入境 驻马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也发出文告宣布暂停处理任何签证 包括观光 探亲 商务 国际会议 以及半年以下的大学交换留学等等 不过 处理紧急或基于人道援助等事件可以例外 防疫方面 卫生福利部已经同意 向台湾研发的一款名为 清关一号的中药 发出紧急授权许可证 当地有两家药厂已经申请 预料最快在这个星期内获得许可证 截至星期二 印度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已经达到2523万起 是继美国之后 第二个确诊病例超过2500万起的国家 另外印度也新增4329起死亡病例 死亡人数达到27万8719人 印度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在4月22号首次突破30万例 并且在5月份连续多天超过40万例 截至5月16号 印度连续25天保持在30万例以上 尽管过去几天 印度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逐步下降 但是疫情严峻形势还未缓解 17号新增确诊病例 降到28万1000多起 累计确诊 逼近2500万例 新增死亡病例超过4000起 累计27万人死亡 为了应付疫情急需恶化的形势 首都新德里 马哈拉施特拉邦 北伐邦 拉贾斯坦邦等印度多个地区 已经相继实施防疫封锁措施 另外印度的疫情已经蔓延至乡区 这些地区的人口占了总人口70% 分析指出乡区有限的公共医疗保健 将给当地的居民带来挑战 印度大学免疫学习教授 米斯拉表示 如果疫情在乡区全面蔓延 该国的医疗体系将彻底崩溃 比哈尔邦的居民受访的时候表示 当局没有为乡区的居民 提供治疗和检测服务 导致不少人病逝 医学专家认为 印度官方公布的数据 忽略了乡区的情况 因此实际感染人数 可能比报道的数据高出5到10倍 早前,印尼政府宣布旅游限制措施 禁止民众在开车节期间 进行国内旅行 不过,有许多人不顾政府的指令 纷纷在家节期间毁伤 因此,印尼政府敢展开 大规模筛减行动 防止疫情爆发 根据印尼政府的数据 当地有大约150万人 在5月6号旅游禁止令落实之前 赶返家乡 对此,当地政府 唯有在各个通往雅加达的道路上 设置塞检点 为每辆来往的车辆 进行病毒检测 据了解 一旦执法人员发现确诊病例 有关的病患将被送往邻近的医院 接受治疗或进行自我隔离 尽管如此 有当地民众 却对印尼政府落实路障和病毒筛减 以减少确诊病例 怀着质疑的态度 无论如何 落实路障和病毒筛减 依然可以控制疫情蔓延 解释目前 印尼累计超过174万4000起确诊病例 昨天 印尼再有212人死于新冠肺炎 累计死亡人数达48305人 邻国新加坡新增38起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当中有27起是社区感染病例 其余的11起则是境外输入型病例 根据新加坡卫生部的数据 27起社区感染病例 当中的11起和之前的确诊患者 暂时没有发现关联 而客工宿舍也没有发现新增病例 至于11起输入型病例 当中的6人是新加坡公民或永主居民 他们在入境后就履行居家通知 随着世界各国接连出现印度变种病毒病例 英国卫生部长汉考克表示 目前变种病毒还没渗透老年人 以及接种疫苗的群体 因此英国政府对现有的疫苗 有效预防印度变种病毒 暴持高度信心 汉考克表示 截至目前英国已经出现 2323起B16172变种病毒病例 其中483起集中在博尔顿和布莱克本 相关地区的病例正迟迟上涨 他指出这些感染人群 大部分都还没接种疫苗 这也意味着变种病毒 还没渗透到已经接种疫苗的老年人身上 对此他再度强调接种疫苗的重要性 呼吁相关部门尽快让更多人接种疫苗 尽管英国目前正面对 变种病毒的侵袭 不过基于病例下降 英国政府宣布自星期一开始 放宽对英格兰 苏格兰和威尔市的限制 允许30人以内的户外聚会 以及最多两组家庭的室内聚会 同时餐厅酒吧电影院剧院 博物馆和酒店也允许重开 对此英国总统约翰逊表明 政府将依据接下来的疫情 决定是否在6月21号进一步放宽措施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 将和其他国家额外分享 2000万剂新冠疫苗 使得美国分享的疫苗 数量增加到8000万剂 分析指出 美国这项决定是明显的转叠点 反映了华盛顿在疫情前景 露出曙光之际 寻求利用疫苗供应 作为外交工具 现在айненд默块 接近远bed别人 美国务优先 每月月 当中美国务 使得了 够多的 adding showing such vaccine to protect every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shares at least 20 million of these doses that extra supply with other countries. This means over the next six week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ill send 80 million doses overseas. That represents 13 percent of the vaccines produced by the United States by the end of June. These will be more vaccines than any country has actually shared to date. 对此,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也对美国的决定表示欢迎 并指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也准备好将疫苗公平分配到各国 拜登指出,这间已经有六成的美国民众接种至少一剂疫苗 上周的数据显示 全美国50个州的新增确诊病例都有回落 死亡人数大减81% 拜登促进还未接种疫苗的美国民众尽快注射 因为如果不接种,确诊下滑势头可能逆转 世卫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发布的报告指出 在2016年,有74万5千人因为工作时间过长 导致患上心脏疾病和中风,最后丢失性命 死亡数字比起2000年增加了29% 世卫和国际劳工组织的这份报告涵盖了194个国家和地区 报告指出,在这74万5千名死者当中 有39万8千人死于中风,34万7千人死于心脏病 比起2000年,2016年因为工作时间过长而死于心脏病的人增加了42% 死于中风的人则增加19% 对比每周工作时间35到40个小时的人 每周工作55个小时以上的人,中风的风险增加35% 死于心脏病的风险则增加17% 全球长时间工作的人口正在增加,目前占总人口9% 这导致更多人面临与工作相关的残疾与早期死亡风险 此外,近年的新冠疫情也令到人们的工作时间增加 居家办公更模糊了家庭与工作的界限 根据世卫和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 死者多数是男性,达到72% 而西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最为严重 大多数的死者年龄介于60岁到79岁 他们曾经在45岁到74岁 每周工作55个小时以上 感谢收看这一节的华语新闻 我是戴靖航,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